美国加州本周开始推出电子车牌 电子荧幕显示可以让车主或车队的管理员控制 以及更改车牌上的讯息 另外它还拥有自动更新执照、缴费等功能 对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极为方便 沙加缅度市是第一个同意参与更换电子车牌的城市 并领走24个车牌打算安装于政府车辆 这样的电子车牌要价不菲 不含安装费一块就高达699美元 用户还必须要缴纳每个月7美元的管理费 电子车牌拥有无线通讯系统、独立电脑晶片和电池 他们的车主登记汽车时可以电子化 也就是每年不需要在实体车牌上贴标签 如果汽车管理局允许 甚至可以在车牌上显示个人讯息或是张贴广告 这块车牌也有类似手机追踪的功能 如果爱车遭窃也能方便车主寻车 不过有车主质疑电子车牌内的通讯系统 让州政府、警方甚至是私人公司都能追踪到车主司机的动向 这让个人隐私曝晒在阳光下真的妥当吗 根据试点项目的规定 在适用期间拥有电子车牌的车辆 不得超过全州总车辆的0.5% 目前全加州只有116辆汽车拥有电子车牌 不过到年底很有可能会增加到几千辆 杜拜在这个月也进入测试阶段 不过当地推出的电子车牌 还绑定了车主银行账户的功能 无论是停车或是缴纳交通罚款都可以自动执行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友如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